她的落马,源于当年10月初一,则令人瞠目的王帖。 该帖是一名自称为原中央媒体某女记者所发,女记者称自己七年前被陈亚春惯罪后与之发生关系,然后陈谎称自己已离婚,又骗其成为情人,同时该帖反映陈亚春生活奢侈迷烂,消费远远超出她的正常收入。 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,陈亚春请朋友吃饭,每顿消费都不低于一万元,自己与陈的约会每次都住在一晚房费近两千元的五星级大酒店,广东省纪委监委官网南岳清风网,当时曾发表名为首例插图版举报信。 追踪的文章,文中说,根据举报信,陈亚春在担任华州市委书记期间,大肆卖官,与妻子朱秀珍,时任高州市人大副主任,私设小金库,举报者为了证明爆料的真实性,竟然粘贴了几张验照,以验照举报官员腐败,此举一时间在网络上激起无边涟漪,最终调查组认定,陈亚春在担任华州市委书记,信以市委书记期间, 利用职务之便,在干部任用、提拔等过程中,单独或或同期妻子朱秀珍,多次收受45人钱款,共计人民币677.28万元,港币15万元,美金2.5万元,收受下属个人的红包里金人民币272.25万元,港币1万元,身为有妇之夫,多次与他人发生不正当两性关系。 公诉,28岁美女检察官将陈亚春送上法庭,鉴于陈亚春的行为影响恶劣,情节严重。 2011年1月18日,广东省检察院对陈亚春涉嫌受贿问题立案侦查。 8天后,陈被执行逮捕。此后,赵庆市检察院受理了4件省院指定管辖的冒名系列案,其中陈亚春及其妻子朱秀珍受贿案。 由年轻的美女检察官,安逸宁具体承办,安逸宁,女,1983年生,本科学历,现任赵庆市人民检察院公诉二科科长。 2014年,荣获全国模范检察官称号,但是在2011年,安逸宁年仅28岁。 而此案又具有不同于以往直误犯罪案件的特殊性,在办理过程中,她曾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。 后来安逸宁接受媒体采访时说,两名被告人作案时间长达十余年,在侦查阶段承认了对起诉书认定的所有犯罪事实,但到审查起诉阶段,就出现大面积翻供。 面对翻供,安逸宁只有静下心来沉着应对,最终通过多方调查发现了被告人翻供的真正原因,并站在被告人的角度,帮他们分析错误,摆正心态。 最后,两名被告人开始毁罪,在法庭上对全部犯罪事实供认不讳。 此外,在纪委调查阶段,被告人被查扣的大量款物,被认定为违纪款物予以收缴,在侦查阶段表示已无赃可退,仅剩下被侦查机关扣押的一百多个存折。 安逸宁本着对国家利益的维护和审查案件的全面性要求,在被告人退赃问题上改变常规,主动出击,制定了全面的,具有可操作性的退赃方案,最终将330多万赃款全部追回。 追踪,陈亚春被判12年或两次20个月进行陈亚春落马后,关于他受审的消息并无公开报道,而此后涉及夺人的冒名腐败窝案爆发,更是让人们无暇再关注此人的下落。 在裁判文书网上,可以看到广东省何元市中级人民法院,2016年发布的一份刑事裁定书,其中写道,罪犯陈亚春、男、汉族、出生地广东省茂宁市华州市、研究生文化,现在广东省何元监狱服刑。 广东省赵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8月28日,以被告人陈亚春犯受贿罪,判处有期徒刑12年,并处没收财产150万元,因罪犯陈亚春在谱刑期间却有悔改表现。 广东省何元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15日,对其检去有期徒刑11个月,执行机关广东省何元监狱因罪犯陈亚春在服刑期间悔改表现突出,于2016年10月8日再次提出谨刑建议。 法院金审理查明,罪犯陈亚春在服刑考核期间,能认罪服法,遵守监规纪律,积极参加政治、文化和技术学习,积极参加生产劳动,完成生产任务,加奖22次,2015年3月获得表扬,2015年9月获得表扬,2016年3月获得表扬,2016年3月被评为改造积极分子,没收财产150万元。 已缴纳1.06万元,有困难证明,以上事实,有罪犯减刑成批表、减刑建议书等再卷材料予以证实。 法院认为,罪犯陈亚春悔改表现突出的事实清楚,证据充分,提请对该罪犯减刑的建议合法,应予以采纳,但该犯赃款未退清,尚有巨额财产行未执行,应从严把握减刑幅度。 最终法院裁定对罪犯陈亚春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刑期执行至2021年5月25日至。